备城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本来今年是 这个星期是可以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去见见你们的 很可惜这次实在是 今年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拦阻我们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也只好用录影的方式 跟各位来分享主的话 而且我也只能用信心相信你们听到了 而且有帮助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回应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 你们如果可以email或写短信给我都可以 让我知道你们过得如何 因为这不太公平 你们看得到我 看到我胖啊瘦啊 但你们看不到 我看不到你们 我这衣服是去年去印尼的时候 看到他们那里很多牧师都穿这个 所以我也买了一件他们的礼服 不知道你们过得如何 身体都健康吗 在这一次的疫情中 我们一家都还好 感谢主保守我们的平安 如果你们有的不认识我的话 我是在2001到07年的 六年的时间在Barton Rouge做英文的传道 然后后来我就来到Lansing Michigan 在这里做主任牧师 中文堂的主任牧师 我在Lansing也十年了 所以很快我们看到你们 当年我们的小孩子通通是小baby 现在都已经长大 很多都上大学的 好吧我们来看神的话 因为也真的只有神的话能安慰我们 在我们一切人生的道路里面 困境里面 各种的起起伏伏里面 唯有主的话能安慰我们 激励我们鼓励我们 我们来看创世纪29章 雅各的人生 雅各起行到东方人之地 这是雅各他逃跑的时候的开始的人生 看见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卧在井旁 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 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 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 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雅各对牧人说 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 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 他们说平安 看啊他女儿拉节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日头还高 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 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 必等羊群聚集 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节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节 和母舅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 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节亲嘴 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节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利百家的儿子 拉节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 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 引他到自己的家 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 你虽是我的骨肉 岂可白白地服侍我 请告诉我 你要什么为公价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利亚 小的名叫拉节 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 拉节却身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节就说 我愿为您小女儿拉节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我把她给你 圣食给别人 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节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节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班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筵席 请其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西帕 给女儿利亚做使女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利亚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拉节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地方没有这个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满了利亚的七日 拉班便将女儿拉节 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女儿 辟拉给拉节做使女 辟女辟拉给女儿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节同房 并且爱拉节 甚至爱利亚 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利亚失宠 就使她生育 拉节却不生育 利亚怀孕生子 就给她请名叫吕便 因而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 又说耶和华因听见我失宠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请名叫西勉 她又怀孕生子 请名叫利未 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她请名叫犹大 才停了生育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我们谢谢你 把雅各的故事 如此详细地记载在圣经里面 她的人生 她的曲折 她的人生的挑战 她的低潮 她的喜乐 她的忧伤 主你通通记在圣经里面 因为你爱雅各 你也爱我们 愿主你的话来激励我们 给我们力量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就来看 雅各的人生 其实当然这不是他人生的全部 只是他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 这整个形形呢 如果你看到上一章是雅各 因为骗了爸爸的祝福 雅各这个人呢 真的是很狡猾狡诈的人 他妈妈也是 不是省油的灯力百家 比他更厉害 两个母子呢 一起弄来 一起起来搞他爸 搞他哥 以嫂 最后以嫂生气要杀人 然后 这个爸爸送他 去拉班家 这个避避风头 但这整个的过程呢 我们首先看到是 耶华的护理 带领雅各到了拉班家 我们用英文的使用 是用providence 也就是这整个雅各的旅程 人生的旅程呢 不是巧合 在人的眼中也许是巧合 但在耶华的眼中 都是他智慧的安排 他碰到这个牧羊人 碰到那个牧羊人 好像觉得 就巧合就碰到了 No 这里头全都是耶华智慧的安排 在使徒行传17章24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即使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招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上帝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你再仔细想一想 我们来到美国 几乎这里所有听我道的人 都是移民的人 我们来到了美国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考上了大学 对吧 你可能从小乡下 考上县城的高中 考到县城高中 考到省里面的好的大学 或者是北京的大学 到最后一路 人生的一路来 来到最后 你现在所住的Barton Rouge 你现在住的那个社区里面 你买了房子 结婚生了孩子 进到教会 你现在有能赚钱呢 孩子慢慢长大了 你要仔细来思考的话 发现这其实一切都是 耶和华的安排和供应 不是巧合 不是你刚好就巧合 跑到教会里来认识主的 一切是主安排和供应 这个里面还说 你的生命的气息 和你的将界 年限所住的将界 都是上帝所安排好的 预先定准的 你能活几年 哪一年生 哪一年离开世界 上帝定好的 这个所住的年限和将界 是上帝所定好的 你能活多久 能住哪里 上帝安排的 真言还这么说 互富穷人 在世相遇 都为耶和华所造 十篇七十五篇 第六节 因为高举飞从东 飞从西 也飞从南而来 唯有上帝断定 他使这人降悲 使那人升高 真言十六章 第九节又说 人心愁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 他的脚步 你怎么来到 现在这个地方的 你以为真的是 你人心所有的筹算吗 难道不是耶和华 一步步的带领吗 那你说 那这样人不需要努力了 我告诉你 不努力 只有贫穷 真言六章九节 这么说 懒惰人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再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 躺过片时 你的贫穷就如强盗 数数来 你的缺乏 仿佛拿兵器的来到 不努力 只有贫穷 可是努力的人 不见得成功 这是圣经里面 所教导的 也是我们人生的 真正的经验 你努力 不见得会成功的 因为成功 真的不是 只是靠努力 就可以换得的 成功是 耶和华的眷顾 传道书 九章十一节 这么说 我又转念见 日光之下 快跑的 未必能赢 力战的 未必得胜 智慧的 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 未必得知才 灵巧的 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 是在乎 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 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于被二网捐处 鸟被网罗捉住 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 世人现在 其中也是如此 你说你真的是以为 你一路考 考到北大 考到波士顿 考到Stanford 最后来到 你现在所住的地方吗 你真的是以为 你的努力换来的吗 你要是生在 文革的时代呢 你的努力换的是什么呢 你如果 生在另一个乱世呢 如今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活在这个乱世 我们的孩子 活在乱世里 一下这个瘟疫 一下现在一大堆人 在上街头 在示威 在抗议 你以为真正你的努力 就可以一定换得成功吗 不见得 我再说 偷懒 一定带来贫穷 懒惰一定带来贫穷 可是成功 除了努力之外 还要耶和华的祝福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 平衡的人生观 就是我们不至于闲懒 但真正成功的时候 也不会骄傲 雅各呢 刚好真的就是 给我们开始来看到 他的人生 他的年轻的时候 就想要骗哥哥的钱 骗哥哥的地位 骗哥哥的名分 因为当时的长子呢 是得双份的祝福 也就是两个儿子 如果父亲死掉的话 他分财产是分成三份 老大拿两份 老二拿一份 他想要当老大 他们两个兄弟 真的是双胞胎 只差几分钟出来 可是雅各他的努力 他知道他怎么努力 也弄不到 所以他用骗的 到他今天这个时候呢 一无所有来到拉班家 然后再到他 你如果继续看他人生 以后的富足 通通在耶和华的带领 和管理之下 所以我们再来看 他的爱情 先来稍微再认识一下 雅各这个人 雅各这个人呢 他见到拉杰的那年 大概是七十几岁 有的神学家算七十七岁 我算大概是七十一岁 大概怎么算呢 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八节 法老问雅各 这是雅各年老 你平生的年龄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 我再聚的时日是一百三十岁 所以他是一百三十岁的时候 见法老 所以可以开始往回推了 约瑟那年是三十九岁 这是在创世纪四十一章 四十六节的地方 那这个约瑟建法老三十岁 现在这个饥荒也两年了 已经有七年 已经有七年的好年 然后有两年的荒年 所以已经是九年 所以这个约瑟已经当了九年的宰相 三十九岁 所以雅各生约瑟的时候 是九十一岁 给你一些 大概一个知道你他的人生 他九十一岁生约瑟的 约瑟应该是在雅各 侍奉拉班的末期生的 也就是侍奉拉班 大概二十年后生的 在创世纪三十一章四十节 他二十年侍奉拉班 所以大概在他七十出头 七十一岁出头 遇见了拉杰 或七十岁左右 也就是他雅各平生一百四十七岁 他活了一百四十七岁 七十岁的雅各 大概是中年的大叔 对吧 中年人 这个中年人到现在还没结婚 你知道他哥哥 以嫂已经事业有成 这个已经娶了两个妻子 他哥哥是一个男子汉 有胸毛会打猎 这个弟弟整天煮红豆汤 帮妈妈缝衣服 这个雅各好像真的就是 到了人生过一半 还是似乎是一事无成 顺便安慰一下单身的弟兄姐妹 不要太忧愁了 雅各人生七十才开始 所以你不要太忧虑 这个中年的大叔 雅各见到了自己的表妹 拉杰应该还很年轻 所以你大概可以思想一下 他们大概这个 拉杰应该很年轻 就恋爱了 雅各就为情所困 然后雅各就在他岳父家住了一个月 然后就说我用七年的工资 当礼金来取拉杰 因为他一无所有 他只能说我用七年的工资来换拉杰 我替你白打工打七年 十八节雅各爱拉杰 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 你服侍你七年 你要知道你仔细看 这个条件是谁开的 是雅各自己开的 他岳父没说拉杰只七年 七年很多 人家可能岳父想说 好了你打工打个两年就够了 就娶了 他没想到这小子 这大叔自己一开后就七年 那人家何乐不为 你要当打七年工 那行 这傻小子傻大叔真好骗 雅各呢 真的是所谓的为情所困 痴迷 他迷恋拉杰 真的是每天 看着拉杰的微笑而开心 看着拉杰的伤心而伤心 他的神魂魄已经被拉杰掳去了 你想想七年的 你再算算你七年的工资多少钱 拿这么多的钱 换一个拉杰 他这个人已经是疯了 真的是为情所困 雅各就为二十节说 雅各为拉杰服饰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着七年如几天 天天傻傻的看着拉杰就微笑 雅各对拉班 二十一节说 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这个同房 这个希伯来文非常露骨 非常直接 通常人家 圣经在谈这个同房的时候 比较文雅 比如说亚当认识夏娃 他用那个词认识夏娃而生的儿子 不用同房这个词 所以这个 你可以想象这个雅各跟他岳父说 老婆给我 我要跟他同房 这个人真的是已经痴迷到一个程度 雅各这个时候的神是谁 是爱神 是爱情 他的神是谁 是这个拉杰是女神 拉杰是他的女神 拉杰是他的爱神 他为拉杰而活 拉杰他的人生的喜乐盼望 投资一切都在拉杰身上 可是你要知道 人只要不是把真神 拿来当成神的时候 你的人生痛苦就开始了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征 他们所浇电的血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你把别的神当成神 以别神来取代耶和华的 你就痛苦就增加了 雅各就是如此 然后第二天早上 你就知道他第二天早上 醒来的时候 发现了结果是丽雅 这一个他一生所 这七年所迷幻的 这个女神 结果醒来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提摩太凯勒 Timothy Keller 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 我们人生一切的追求 早上醒来总是丽雅 所有你以为你要得到的东西 得到了以后发现 眼睛一睁开 总是丽雅 雅各的专情 付出换来的却是欺骗 痛苦 这个二十三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就看到了 他跑来找拉班理论 二十五节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做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 不是为拉结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但你要知道 你想一想 这个欺哄欺骗 绝对不是只是拉班而已 拉结 丽雅一定都在一起 合谋共串 丽雅在婚前 不可能不知道 要婚礼了 今天晚上是我不可能不知道 他一定是早就安排好的 他一定是早就安排好的 拉结也不可能不知道 他不可能不知道 今天的婚礼不是你的 是姐姐的 下一周 下个礼拜 我再帮你办你的婚礼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所以岳父拉班呢 才是真正的狠角色 OK 真的是僵是老的辣 他的妹妹 利百家就是雅各的妈妈 这个还算嫩的 用那种方法搞他爸以杀 还算嫩的 雅各更是还有得学 这个奸诈的雅各 真的是碰到僵是老的辣 这个拉班厉害 所以你再回去 这么一看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厉害的拉班 你再回去看13节14节的时候 雅各刚见到拉班 把一切的情犹告诉拉班 他人生怎么苦 被各个追杀 拉班对他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这个时候听起来 就有点言外之意了 你这个狡猾的小子 还真像我 这真的是报应 当初雅各和他妈妈利百家 联手骗人 现在岳父和两个女儿 联手骗他 人生真的有报应 是 主没有按着我们的过犯 报应我们 这诗篇103篇告诉我们的 我们没有真正的达到 我们过犯要受的审判 就是地狱 可是这个世界 你不要以为 你真的可以害人 骗人 搞人 背后弄人 而没有后果的 有报应的 是不是这故事就结束呢 雅各受了报应 人生结束 还好不是这样 圣经不是这个故事 是耶和华上帝的恩典 怜悯 临到了雅各 这整个雅各的故事 如果你再回去仔细看创世纪 他每一次雅各人生的转变 都是耶和华主动介入的 不是雅各来主动寻找耶和华的 每一次都是耶和华主动向雅各显现 在逃跑的旷野里面 他拿着石头当枕头的那个晚上 他梦见了天梯 耶和华向他显现 每一次都是后来的这个摔角 也是耶和华向他显现来摔角 每一次都是上帝主动的介入 也就是创世纪的整个的主角 不是雅各 不是亚伯拉罕 不是以撒 不是约瑟 是耶和华上帝 耶和华上帝在这一个堕落的人世界里面 不断的介入 介入再介入 怜悯我们 赐我们恩典 这个雅各本来只想娶一个老婆 他只是爱拉结 没想到一下变成两个老婆 而且这姐妹还彼此互相嫉妒相争 后来又变成四个老婆 他们再把他们的婢女 再给她为了要生儿子 变成四个老婆 这个两个女人的嫉妒 你再想一想 这个本来是蜜月期 她原来想象的是 我跟拉结去度个蜜月 我跟拉结好好的享受 半个月一个月的假期 我们两个彼此相爱 她本来想的是这个 结果这个蜜月 爱情幸福蜜月的成了眼泪痛苦悲伤 你怎么都喜欢她 不喜欢我 你怎么老是去陪她 为什么只给她生小孩 这一大堆的这种痛苦 那你要知道 上帝的旨意从来不是一夫多妻 上帝从来没有定义我们一夫多妻 这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没有写完 可是蜜月记十八章十八节 后来已经讲了 你妻还在的时候 不可另取她的姐妹做对头 露她的下体 这已经是在呼应前面创世纪 所发生的事情 圣经记载这些事情 不是每件事情都要我们效法的 圣经记载这些事情是警戒我们 婚姻的床不可污秽 西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狗和行淫的人 上帝必要审判 圣经记这些事情是告诉我们 你一夫多妻会有多惨 不要以为一夫多妻很好 一夫多妻会有多惨 你看雅各人生就知道 当然雅各和丽雅或者是拉杰 这也不能算犯奸淫 我们还是要回来 这不算狗和行淫 但还是很乱他们的关系 你知道拉杰原来是正旗 应该是正宫 应该是正房 他应该是妻子 结果突然变小三 而丽雅又被冷落 所以这里头实在是 极其混乱可怜的一个家庭 若不是耶和华的恩典 他们家真的是一路只有往下乱 那耶和华恩典首先临到 还不是雅各临到了丽雅 耶和华给他四个儿子 耶和华见丽雅师从 请问丽雅有没有祷告 没有祷告 丽雅的信仰如何 我们不知道 他圣经熟不熟应该不熟 因为那时候圣经还没写出来 他有信心的 他是有信心的女人吗 也许有 我相信 他后来要赞美耶和华 他也许是有信心 可是他这里祷告了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 耶和华主动的出手 主动的帮忙 见丽雅师从就使他生育 拉绝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子 给他取名叫吕辩 说耶和华看见了 耶和华看见了 所以他的信心是软弱 可是他发现主看顾我了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结果丈夫有没有爱他 没有 又怀孕生子 耶和华又见我又死宠 又刺我这个儿子 就是要西面 他又怀孕生子 请名叫利未 他说也许这一次 丈夫要跟我住 不要老是住在拉结的帐篷里 搬过来跟我住吧 跟我联合 可是有没有联合 还是没有联合 第四个儿子 他怀孕生子 他不再谈他丈夫了 他不再谈他丈夫 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 丽雅的人生开始转变 丽雅的信仰开始成长 他说我要单单的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他请名叫犹大 这才停的声誉 所以你要仔细要知道了 这整个故事的内容 不是雅各 主角不是雅各 不是利亚 不是拉结 就是耶和华 他出手 他出现 他帮助 有的时候主耶和华 在我们人生中是不吭声的 他就让你们胡来 你爱胡来 你乱搞 你去 自己学学教训 可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 最可怜的时候 他就及时的出现 拯救在苦难中的人 我们的主上帝就是如此的 他像一位父亲 平常这个孩子呢 让你自己学习跑 学习走 跌倒没关系 自己爬起来 他好像不出手 可是真的危险来了 卡车来了 车来了 他一定把你拉回来 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主耶和华 雅各正在螺旋式的自己 摧毁他的人生 他对拉结的爱 已经摧毁了他的家庭 他的迷恋 他的宠爱 已经在毁掉他的人生 若不是耶和华介入 他 雅各不可能成为 以色列的祖先 这个人老实讲 实在是 很卑鄙的一个人 这样子骗他哥哥 骗他爸爸 你知道 你真的要做朋友 真的要交朋友 你还是要找以色这种朋友 他哥哥 男子汉 大丈夫又会打猎 这个是一个 豪爽豪迈的人 雅各 勾心斗角 你要小心雅各这种人 他不是一个 好男人 圣经却说 雅各是我爱的 上帝 以色是我所恨 上帝拣选的 跟我们拣选的 真的不一样 若不是主的拣选 介入 雅各这个人 的人生就毁了 丽雅的 也是如此 若不是 耶和华的介入 他对丈夫的依恋 就活在他的仇苦里头 但 他慢慢的成长 他从 对丈夫的依恋 与我联合 到最后说 我要赞美耶和华 这个犹大呢 就成了后来 大魏的祖先 也成为基督的祖先 丽雅成了历史中 真正有福的女人 丽雅成了 耶和华 真正赐福的女人 万代要称她为有福的 因为主基督 是从丽雅生的 这个时候 我们实在要回来 学一下 我们人生的功课 我们可以有一些应用 来思考 我们人生 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们有没有像雅各这样 把某一个 不是上帝的东西 变成上帝 然后拼命地追求他 追到最后发现 都是空的 醒来都是丽雅 我们的全员 万福的全员 真的是我们要的 那个东西吗 也许这次瘟疫 主在提醒我们 也许健康比你想的 还要重要 而且健康之外 如果我们活不过今年呢 我觉得永生确定了吗 我们到底要什么东西 我想这次瘟疫 给我们有一些 思考的机会 而雅各利亚的人生 也是如此 若不是主介入 若不是主帮忙 主赐福 我们真的有 什么换来的吗 我另外再思考 另外一个应用 你再想想 我们家里面的争吵 所有的争吵 你再想想 雅各家里面的 两个妻子的争吵 我们夫妻之间的争吵 有的时候一哭二闹三上吊 家里所有的争执 其实换不了任何东西 若不是主耶和华 赐福我们 万福的全员赐福我们 你再怎么吵 你再怎么骂 也改变不了你的丈夫 也改变不了你的妻子 也改变不了你的孩子 你需要学丽雅 祷告成为智慧妇人 丽雅是一个 最后安静祷告 赞美上帝的智慧妇人 丽雅的话不多 她就是在圣经里面 发现她成了一个 感谢主赞美上帝的 一个智慧的妇人 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说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欲望妇人 亲手拆毁 其实拉杰在这里头 是一个欲望的妇人 她再把她的扑弊 再给雅各产生了 后来更多的祸患 但还是最后主保守了 要不是主保守 这个家庭真的就毁了 箴言十六章第三节说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不要以为你能 完成什么事情 若不是主耶和华赐福 帮助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 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 我们教会自己的故事 我们教会在2015年底的时候 买了现在这个教堂 主非常赐福我们 那有另外一个故事 他很快的时候奉献就进来 把我们原来想要在两个月之内 能够看看能不能筹到15万的奉献 结果三个星期筹到27万的奉献 所以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 现在也没有贷款了 我们现在这个教堂 大概可以做250到300人 可是我们教会 人数一直在八十一百左右 上上下下 有的时候少一点 有的时候多一点 我自己也算了一下 我搬进来这个教堂 自己也算了一下 我们教会过去十年 我在这里过去十年 大概有一百七十个人受洗 可是搬走毕业的也好 或搬走的也好 就有大概一百六十人 所以跟巴登路纸很像 这个就是一个州立大学 一个州政府的一个城市 所以人常常毕业后就会搬走 所以我慢慢在思考教会的方向 这个教会其实严格来说 永远坐不满 我们这个华人教会 可能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人少六十人 到有的时候人多八十人一百人 就在这个数字上上下下 不会有不太有可能 除非我们这个城市Lansing 突然变成一个大都市 然后人华人多了 我那时候在祷告住 那你干嘛给我们买一个 这么大的教堂 我们这个停车 连停车场连旁边的池塘 连树林总共有九个acre的地 我是在祷告 我从大概16年17年 就开始在祷告住 你给我们这么大一块地 要做什么 这么大的教堂要做什么 我们大概做不满 我们树林里面还有 还有16头鹿 上次算了一次 主啊这就是你的国度吗 你在想的就是我们这边 养一些鹿吗 那我就在祷告祷告 祷告中主就慢慢感动我 说历代的圣徒 历代的基督徒 大概盖三个东西 一个盖孤儿院 一个盖医院 第二个最后一个盖学校 我们教会大概没办法盖孤儿院 跟医院吧 我就想说那可能我们可以办学校 所以慢慢祷告后 我清楚是神的旨意 就要办学校 所以我2017年的时候 就跟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主持崇拜讲 说上帝要 要我们办学校 我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没人 就是只有我一个全职牧师 有一个半职的同工 还有一个半职的儿童事工主任 我们就 就是这样的同工 我跟弟兄姐妹说 我知道我们同工不够 钱也不够 我们没办法自己办学校 可是上帝要我办学校 所以也许有人听到的这个 就有感动 你们想要办学校 愿这个事成就 然后我就没有再提了 我要想要办一个基督教小学 然后我就没有 再也没有提这事 那两年后吧 大概是18 现在是20年了 19年初的时候 已经大概两年了 有的弟兄姐妹还在问 牧师还要办学校吗 我说我没有 我办不起来 我知道我所谋的 不可能靠我自己的能力成立的 我自己的智慧 我自己的手段 很手腕 我没有这种能力 但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是2017年 我们附近的一个 reformed church 他们有一群弟兄姐妹说 我们想要办学校 所以他们17年的时候 成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组织 开始要丑办学校 就是我们两个同时被感动 我17年被感动 我们要办学校 我根本没有人 他们17年的时候说 我们要办学校 可是他们没有场地 他们教会的场地呢 这个法规不符合这个学校的 这个使用空间 所以没办法用 所以他们花了两年筹办学校 找了我们Lansing附近 170几间教会 每一个教会要么是不愿意办 要么就是不合这个消防的规定 所以他们两年后 找了170个教会准备放弃 在2019年的大概3月准备放弃了 我们要是再过一个月 他们那时候说再过一个月 找不到的地方 我们就学校就不办了 最后的时候他们联络到 写了一封email给我们 那我们立刻就见面 我们两个都想要办 基督教古典教育 我有场地没人 他们有人没场地 事就这么沉了 我们已经今年是第一学年 已经结束 明年会有第二学年 请你们为我们祷告 我们这个学校是要 以第一学费来开始的 然后使每一个人 若有新时期的孩子 得到基督教教育 只要你有这个盼望 我们会帮你募款筹款 所以也为我们教会 这个学校的筹款募款祷告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我没有什么能做能谋 我慢慢发现 我能做的事情非常少 我们能做的只能说 我愿意听从耶和华 主能成就这事 主能感动人 主能感动人捐钱 主能感动人组织 主能做成一切 我们真的没有 若不是耶和华的介入 我们的人生不过就是 悲惨加悲剧的 一路的螺旋式的摧毁 雅各如此 丽雅如此 拉结如此 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罪里面 我们想要的东西又得不到 然后就用草的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学习祷告 为你的丈夫祷告 为你的妻子祷告 不要再骂你的丈夫没用 你啊就是这副德行没用 所以我们家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不是主帮助 谁能完成什么呢 不要再嫌你妻子烦 我们嘴巴的争闹永远改变不了什么 你不要以为你能把人家骂成气 骂出什么气候来 至少你可以学丽雅的等候祷告 赞美耶和华 雅各的人生 是耶和华一次一次的介入帮助 丽雅的人生如此 约瑟的人生也是如此 每一次摩西的人生 都是耶和华亲自的介入保守 看顾 以赛亚书42章2节 主耶和华 这是谈耶和华 他不宣扬不扬声 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很低调 主就是这样 然后他找谁呢 第三节说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谁是这压伤的芦苇 就是利雅 江蚕的灯火 他不吹灭 这江蚕的灯火是谁 是这个雅各 他最后年老了 他最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主没有把他吹灭 他凭真实将功力传开 他不灰心 也不上等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功力 海岛都等候他的训会 主在这世界上 要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 不用我们的方法 他正在做他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 不会有完美的功益 可是主正在不断的进行中 这是我们的盼望 雅各的人生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 我真的也希望雅各的人生 给你带来安慰 给你带来更多的祷告和赞美 在这次瘟疫中 在这个乱世中 我们从主得到 我们要需要的盼望和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来赞美你 我们是不堪不配的罪人 我们没有比雅各好到哪里去 我们没有比利亚的灵命 成熟到多少 但我们仔细思想 我们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发现是你的介入 是你的保守 是你的看顾 才有我们 才有我们今天所有 主还是也为 贝城华人教会祷告 主愿你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愿你介入 他们现在需要寻找一位主任牧师 愿你安排 愿你赐下 主愿你也赐下合一的心 使弟兄姐妹们能彼此相爱 能彼此切实的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 主你怜悯保守 在巴登路纸的教会 主让他们每位弟兄姐妹 从你再次得到恩典 从你重新得利 主愿你继续使用 在贝城的弟兄姐妹 主在那里继续为你传福音 为你做光做盐 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平安 身体的健康 主保守他们的事业 保守他们的工作 主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 并不能换来这一切 这都是你的保守 看顾 都是你的赐福 谢谢主 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那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写一些短信给我 我看不到你们 你们看得到我 希望你们都好 我写一些email给我 让我知道你们过得如何 好吧 那这个若有机会 我们下次再见